7月26号市井赛男子四乘200米自由泳决赛后 孙杨接受采访 回应此前的颁奖风波 我想我能坚持到今天 也是因为我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全世界有这么多游泳运动员 我想单凭几个运动员 他们想要影响我 这是很难的 我能坚持到今天 也是因为我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我想全世界有上千上亿的游泳运动员 我想单凭这几个运动员 他们想影响我 我想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对于我来说 很多时候证明自己 不一定说一定去 说得直白两个大嘴炮 他说什么我就去 我就去回应他什么 国际永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没有任何的违规 而且我是遵守的 我想我所做的事 应该是在维护每一个运动员的权益 我想换成其他运动员 如果说今天一个没有证件的 一个检察官来检查你 如果这个血样 这个尿样被带走了 带走了以后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发生了篡改发展 那我连说 那我连说里的机会 说里的地方我都没有了 说的每次都是 我里面说的都是 我没有一点造谣 我都说了 据悉7月26号举行的市井赛 男子私城200米自由泳 接力欲赛中 一名巴西选手 拒绝与孙杨握手 再度引发热议 而此前的200米自由泳 颁奖仪式中 英国选手斯科特 拒绝和孙杨合影 网络老新闻 孙杨别怕 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的 报道 听心心 他们最有独家 对 我们珍惜 怎么 grabs 而厄 我们的是